哈囉大家好 我是懷中 今天我們又來到樂祥小髮廚 今天我們要學做什麼東西呢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義式麵疙瘩 麵疙瘩 麵疙瘩就麵疙瘩 還有分義式的喔 對 基本上在義大利他們叫尼歐吉 尼歐吉 對 它就是用 基本上我們在做麵糰的時候 是麵粉大於其他材料 這樣才會軟Q 這樣很難啊 對啊 我覺得你這樣只要是替吃都很難 而且他講了一堆素語這樣子 對啊 但是就是這個的話是 材料多於麵粉 那這樣的東西的話 它吃起來會比較蓬鬆軟的 喔 我懂喔 因為以前我在做一般 有關於麵粉類的東西的時候 它通常是麵粉比較多的 對 沒錯 那這一次呢 麵粉是比較少的 對 反而是材料比較多 對 材料比較多 那我首先要準備的材料是什麼 這一次我們比較不一樣的是 麵粉大基本上是用 用馬鈴薯 那這次的話我們是用地瓜 就是用在地的材料去做 他是真的地瓜 他是真的地瓜 然後還有什麼 然後 帕達諾起司 阿達諾起司 它也是一個義大利的起司 那基本上如果沒有那麼好的起司 基本上去便利商店 或者是去超市買一些簡單的起司就可以了 那起司粉就可以了 對 它只是增加那些不一樣的風味而已 那只是增加香味 對 所以 只要有起司就可以 真正比較好的起司這樣 對對對 可以偷吃一點 可以可以 會不會影響到你的比例 不會不會 嗯 欸老闆 可以給我一杯紅酒 哈哈哈哈 因為帕達諾起司的話 基本上在義大利來說 你有經過帕瑪森起司嗎 有 有經過帕瑪森起司 Chetta起司阿 多種 對 帕瑪森起司的話 他是經過需要就是 義大利政府他們嚴格的去把關 從製造過程都有講究 一直生產出來 經過檢驗成功之後 才可以叫做帕瑪森起司 那帕達諾起司基本上 也是在他們的產區 只是他們有經過政府的認證 這個就是說 像帕瑪森起司就是跟香檳的道理是一樣 對 就是在香檳區 它就是比較香檳 如果它沒有在認證的話 它就叫 一般的氣泡酒的概念是一樣的 喔 好 包子裡這個氣質真的很複雜 我們早一天 我再好好上一個好了 沒問題 好不好 好 然後我們這次準備的是 杜蘭小麥粉 那如果說 你是在罵人吧 杜蘭 如果說沒有杜蘭小麥粉的話 基本上用中筋麵粉代替就可以 喔 OKOK 那為什麼要用杜蘭小麥粉 是因為它的比較細緻嗎 對 因為它是比較細緻之外 它杜蘭小麥的香氣會比較重 喔 對 跟麵粉還是有差別的 畢竟要做的是這個義式的麵疙瘩 對 我們開始要怎麼做呢 然後其實這道菜也蠻簡單的 我們就只是需要 將地瓜先倒進去 好 然後 將麵粉 倒進去 好 把它揉一揉 喔 欸 你怎麼做戴手套的 這就是廚師的專業 加水是都不能加嗎 欸 不用加水嗎 不用 基本上 因為我們的地瓜 的濕 所以說我們加的水 就不需要再加水了 那也是要看情況 基本上 在做義式麵疙瘩的時候 很多用馬鈴薯的朋友 他們都會再加蛋液 增加粘稠性以外 還是增加它的顏色 但因為我們的地瓜本身就是 就是有帶顏色 台灣的地瓜好啊 沒錯 這是先蒸過對不對 對 蒸過或烤過都可以 烤過的話它的食器 比較不會那麼多 直接到勉強便用 喔 這樣子也可以 欸對 沒錯 很好聰明啊 不錯 然後揉到還沒成形之前 就可以將起司粉一樣 倒下去揉 活到我可以全部一起 全部丟下去全部一起做嗎 可以也是可以 對 只是就是 只要讓它揉成團 然後均勻就可以了 然後 基本上如果 你家有那種調理器的話 也是可以用調理器 直接丟進去打成團就可以了 調理器喔 這樣熱都沒有調理器的話 這樣要用多久 呃 基本上 3到5分鐘 好啊 我以為你要講3到5貼 如果運氣好的話 我以為要跟你講說 你要不要去拿調理器 哈哈 欸快了 其實很快 它旁邊的粉都已經快沒了 對沒有錯 那如果說可能 可能地瓜不夠濕的話 那我們需要加什麼東西嗎 加蛋液 加一點點蛋液 就是 對把蛋液打上之後 蛋液的話是 全蛋 全蛋的蛋液 喔喔喔喔 就是一點點加一點點 對加一點點之後 就是有時候會怕說 就是怎麼肉 它就是外面的粉 還是很多的樣子 對 沒錯 那其實很快 你可以看它已經 旁邊沒有粉 我總覺得你在做地瓜球吧 基本上概念是差不多的 是不是 這樣就好了 大的地瓜球 哇 就整顆拿去炸了 對不對 好 讚讚了 然後現在我們就要讓它塑形 那基本上 在義式面疙瘩的部分 他們會 他們會 會有就是用 湯匙去把它塑成一個形狀 那其實 我們在台灣 在講說 我們是賣義式面疙瘩 對於 比較 不懂 就是國外的 風俗民情的朋友們 他們會覺得說 以為是 台式面疙瘩那種QQ的 喔喔喔喔喔喔喔 所以基本上 我現在的做法是 我會把它弄成長條形 把它切成像枕頭一樣的形狀 就下去剪了 這樣子的話 其實對 會叫枕頭 我想要另外把它取名叫枕頭 原先會讓大家 不會以為 麵疙瘩是 不Q的 對 麵疙瘩就是那個樣子 對 那現在 那現在我們已經 柔成團了 那基本上在做義式面疙瘩 如果有加蛋 或者是加其他材料的時候 他們會想要讓麵團 冷卻 就是讓它鬆弛 OK 那這一次的話 我們就不做鬆弛的動作 因為在家比較方便做 然後一次讓它做起來 好 對然後一樣 撒一點粉再上 撒一點手粉 好取一半 好揉一揉 好 然後 其實這一道菜蠻快 蠻簡單的 就是我們可以讓它 捏成球 先捏成球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把它慢慢的揉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把它慢慢的揉 然後這個的比例的話 基本上 地瓜的比例是4 然後麵糰麵粉的比例是1 我這個也要揉嗎 對沒錯 好來給我一點 這個我就要揉 對 這好像在捏黏土喔 沒錯 其實在家裡如果有小孩子的話 可以一起做 對 另外一個親子 對 沒有錯 親子互動 對 所以你剛剛說就是 如果自己在家裡鋪的話 地瓜跟土蘭麵粉的比例是 是4比1 就像如果說你今天 地瓜是300克的話 對 那土蘭麵粉的話 就是它的四分之一 這樣是多少 喔 地瓜的話是400克的話 麵粉就是100克 對對對 沒錯沒錯 這樣比較好算 為什麼要把自己的蒜 真的也是耶 剛才說那個是300 你剛才說253克 你剛才說253克 處理事是多少 我們在教做菜 不是在比算數 欸好難喔 為什麼我會裂開啊 這個話其實 因為那個地瓜裡面 它會有一些纖維 那其實你們在 如果我們在那個7買的話 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喔 對然後在揉的時候 基本上揉到後面 會用手掌慢慢的去揉 它才不會有 有點壓它這樣 對 其實地瓜是在初壓嗎 7現在也有 有有有有 現在也有 不要這樣子 它這個就在7買 沒有這個是我家之一 又是我家 對沒錯 你家樓底有多大 可以做多少東西 沒有很大 差不多就是一甲吧 好多喔 一個三頭這樣子 沒關係你可以不用合佛 好 我這個看起來很久 很難 因為它第一 把中間那些電台 一定會 拿掉 對 所以它會 它會有那個就是很容易 開這樣子 怎麼那麼好 真是的 這很像在玩黏土 你慢慢往我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有點像家底枕頭的那一種感覺 好喔 小枕頭 這樣可以嗎 我這樣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要切了嗎 對 要切了 可以切了 這大小很好 喔耶 非常好 你要試圖 幾段 看你的 你想要枕頭多大 先從中間切開 差不多這樣吧 我切頭去 要嗎 要 我切得很漂亮 喔 你這樣很像嗎 你這樣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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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做地瓜球 地瓜 那個 地瓜 然後也是用成那個一條之後 切切切切切啊 沒有錯 對不對 然後再全部揉成 揉成球 對不對 對沒錯 那切下來的 如果不漂亮 或是 沒有確定整形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再重新 再重新做造就好 對對對 對 沒有錯 來 好啦 我們做完了 那現在呢 現在的話我們就是要煎 麵疙瘩的部分 喔 用煎的喔 對 不是煮的喔 我以為是用煮的耶 麵疙瘩是用水煮的嗎 對 麵疙瘩會先煮過 然後去拌醬 那我們做的方式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是用乾煎的方式 這樣子的話 會在家會燒洗一個鍋子 然後也不用擔心煮得很久的時間 燒洗一個鍋子很重要 你懂媽媽的那個 然後現在的話就是一樣 先讓它熱鍋 好 熱完鍋之後 一樣先加一點油 橄欖油 橄欖油 或者是沙拉油都可以 好的 然後一樣先讓油散開 這時候火可以大一點沒關係 然後呢 麵疙瘩的話 我們會先讓它冷凍 喔喔 就是要冰起來這樣子 要冰到 讓它結管 喔完全耶 完全 完全 對 完全硬 就是做好的麵疙瘩之後 我們先把它放到冷凍去 對沒錯 這樣子其實 麵疙瘩部分 它 你就不用擔心它心臟會跑掉 然後也不用擔心說 它煎的時候 會塌掉 對 會黏住多一點 對 當然也是需要用不沾鍋去煎 所以它不用退冰 對它不用退冰 可以直接煎 那這時候的話就可以直接下 全下 全是一個一個下 全下 全下齁 喔 有不吃不吃 然後這時候呢 一樣就是用大火的方式 然後讓它去煎 然後時不時攪拌一下 身為專業的時候就是很喜歡甩鍋 對沒錯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問我在家裡煮菜 一直在甩鍋 會專業 然後呢 因為它是冷肉 狀態 所以我們不用太擔心 它會 燒焦等等 可是時不時還是要拿盤 還是要顧一下 對 然後它 你們可以看到它會慢慢的上色 喔有 它旁邊有焦了 對 那就表示它稍微上色的話 是外面已經進行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下其它的食材 那這次我有準備匣子 喔 那其實 加蘑菇啊 蔬菜都可以 就是其實就是 大家家裡有什麼東西 就是 加什麼東西 對沒有錯 把它當 義式料理 是不是 隨意就地區 才有什麼 加什麼 呃 除了我們這主要的主題以外 像天哥的啊 那其他 就像義大利麵 到底是一樣的 如果有肉醬啊 或者是海鮮啊 都可以拿去做食材 想怎麼用 怎麼就怎麼用 對 蠻方便的 然後這時候我還會加一點 包子橄欖 小顆的橄欖菜 好 好香喔 很香 香味出來了 對 它稍微上色的時候呢 這時候我們可以唱一點白酒 那如果沒有白酒的話呢 我們還可以 哇 好香喔 沒有白酒的話呢 我們可以使用一般的 就是 聲音聲就可以了 對 對 我還以為你要說 呃如果沒有白酒的話 可以加米酒頭啊 米酒 哈哈 好香喔 這個白酒是 隨意的白酒 隨意的白酒 對隨意的白酒 料理的白酒不需要買太貴 呃對 但也不要甜的 喔不要甜的白酒 酸甜沒關係 呃 色啦 色 對 然後這部分的話 其實像我們在加白酒 或者是你擔心蝦子摸手的話 其實可以再加一點高湯啊 或者是粉水 讓它稍微再鮪一下 所以它的這個鍋子看起來好好用 是不是 哈哈 其實我自己一直在跟你講 就是這個鍋子 我小時候看到的就是這個鍋子 對不對 小吃小吃喔 來來來來來 這時候呢 其實它 已經上課的時候呢 如果不擔心 就是擔心它有沒有 就是有沒有熟的問題 對對對 怎麼辦 那其實你可以用筷子 去治理它 就是 會整個吃進去 或者是對 就整個吃進去拿起來 就是看它的熟度就夠了 不然就是直接切了 不然就是對 直接吃 或是把它切開 有有有有 喔 人切得開就是熟啦 對 然後或者是用試吃的方式去吃就可以了 對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試吃看 沒錯 那再來的部分就是我們的裝盤的部分 好 對 這樣子就熟了我們就可以了 那就OK了 非常的簡單 超簡單的耶 所以自己在家裡不只可以做麵疙瘩 還可以自己隨意炒 對 那這樣做啦 然後 然後 我有準備我們店自己在用的紅醬 就是 對 就是用 對 用蘿勒啊 番茄 然後這樣就煮的 那基本上我們擺飯的話 在家裡可以隨心一點 就這樣壓 哦 對 有點像在做披薩在塗上面的醬汁的概念 其實家裡如果有自己做的番茄肉醬 也可以自己放在上面 對 沒錯 其實它搭什麼都很大的 那 我剛剛 我剛剛說 基本上在我們餐廳都會搭選單 嗯 對 就是比較排式的做法 當然 如果 不想在家裡做的話 想來這裡吃也可以 沒錯 對 對 這裡 師傅就幫你弄得好好的 然後地址在下面說明的連結 好 好 這個就不能直接倒上去 對不對 如果說 你在家的話 想要隨心一點 你可以倒上去 對 但我們還是要有廚師的專業在 這顏色太漂亮了 真的 真的 家裡如果沒有這種橄欖的話 其實也可以放紅椒啊 黃椒 紅黃椒啊 或者是蘑菇啊 然後四幾豆都可以 都可以啦 其實青菜都可以 想要什麼就可以 看你想要怎麼用 沒錯 好 這樣就好了嗎 對 然後我會稍微醬再翻一點 裝飾葉 我知道這是什麼 這個是 洋蔥 冰桃蘿蔔 沒有錯 非常的專業 沒錯 裝飾真的很重 真的 自己在家裡裝飾 這樣子就很像 沒錯 我在家裡就是 簡單裝飾 看起來漂亮 吃個開心 哇 沒有那個 綠色沒有關係 用香菜的 還是高燦塔 對 這是重點了 重點了 然後我們有用 就是整塊的 Pantano Cheese 然後直接 泡上去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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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隨性 哇 這樣就可以了 欸 我覺得最後這 最後這個 你不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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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在外面了 然後他就趕快去 OK 這樣就OK了 OK這樣就OK了 看到嗎 厲害了 這大叫什麼 這叫 第四面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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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忘記他的出品詞 哈哈哈哈